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 日本官方指出北韩发射两枚弹道飞弹是今年首次 欧美制裁中共之后A股市值两天蒸发两兆人民币 应对北京挑战美欧重启了中国议题对话机制 欧洲议会抵制中欧投资协定的声浪高 好 新闻开始先来带您关心 台湾长荣海运所属着超大型货柜轮长次号 23号遇上了瞬间四十节强风 那么打横搁浅在苏伊士运河中 导致超过百艘船只堵塞 那么投资人就忧心了原油运输受阻 国际油价周三上涨了6% 那么这条运河是欧亚非三州的交通要冲 也是原油运输的重要通道 专家指出了长次轮脱离搁浅状况的最佳时间 将是27号跟28号的涨潮时间 那么如果还没有办法脱困 下次机会将在12天到14天之后 这恐怕会让塞船的情形更加严重 好 接着带您关心 台湾面临56年来最大旱灾 台中跟苗栗地区将从4月6号开始 分区供水5天 停水2天 外界也关注了会不会影响到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呢 对此台积电表示 位在中部科学园区的食物场 虽然不在停水范围 但是要自主节水达15% 那么已经有舰商是主动联系了 愿意无偿提供建案开挖期间的地下水 预估每天可以抽出2万吨的地下水再利用 最近有多位舰商在台湾水情紧张的时候 都主动与台积公司联系 希望可以避免流失地下水资源 台积公司秉持珍惜用水的信念 积极评估 并且及时投入资源 安排取水 债水等等相关的作业 台积电不只被誉为 护国群山节能节水的规格也是一流的 一滴水可以使用3.5次 那么2019年总回收水量达到了1.33亿公吨 平均制成用水回收率约86.7% 长榮海运陈租的大型货轮长次轮 23号下午在苏伊士运河搁浅 来往货轮动弹不得 影响到多项货物运输 除了石油 下一个冲击的商品恐怕是卫生纸 全球最大的巴西木浆生产商 Suzanna以警告可能会延后出货 晶圆代工厂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表示 利基电铜锣12寸厂动土 代表台湾半导体西部系带成型 台湾半导体业也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 这波晶片缺是结构性问题 他不担心建厂完成后市场供需就会改变 他说目前美国西部缺水缺得比台湾严重 生产制造的工程师与技术员也不好找 他不看好英特尔要重返晶圆代工领域 鸿海推动的MIH电动车平台联盟 25日首场会员大会正式登场 集结1216家厂商参与 大会探讨议题涵盖汽车供应链生态 产业转型升级 软体与云端整合等三大面向 MIH联盟将透过大会与各会员交流 并借此让会员了解MIH发展近况与未来展望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24日宣布现在可用比特币购买特斯拉之后 比特币的价格应声上扬 一度突破5.7万美元大关 不过随后开始回落 已跌破5.3万美元大关 新唐人亚海电视整理报道 来关心日本防卫省表示 北韩今天清晨一次发射弹道飞弹 但是没有落在日本领土和日本经济海域上 美国官员23号表示了 北韩周日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 那么这是平壤对拜登政府的首次公开挑衅 根据了解北韩这次的试射行动 使用了低端武器系统 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试验禁令范围内 拜登政府从2月中旬以来 多次尝试跟北韩沟通 但是都被拒绝了 美国高级官员就表示 拜登政府对北韩政策的全面审查 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将在下周接待日本跟南韩国家安全顾问时 来讨论北韩的问题 而华府对于跟平壤对话呢 仍持开放太多 好镜头转回台湾 F-51战机操撞坠黑 飞行员一死亦失踪 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说了 将加速F-5战机弹射以态换 另外呢失踪飞行员潘颖 捐生死不明 邱国正强调 搜救行动呢 不受72小时限制 将会持续不间断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捐练人员起立为殉职F-5飞关默哀 F-5战机半年内两起事故 两名飞行员 主管蒙 罗像化 都是逃生失败殉职 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 F-5战机弹射以更新速度将会加快 空军参谋长也解释 F-5弹射已其实在民国80多年 就改良为抛罩型 但他也强调 不论哪一种先进弹射仪 一旦遭遇逃生太慢 都还是可能弹射失败 同时首度证实 去年朱冠蒙殉职 可能是因为机械因素 当初朱冠蒙这件事件 他致死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 飞机机械故障是 主要造成飞机失事的原因 可是我们检讨过去所有弹射 飞行员弹射出来之后 仍然没有办法生还的原因 主要一个原因都是 弹射的时机太晚 飞机的姿态不对 而时中飞行员潘颖 目前还没有巡获 周郭正说 搜救行动会持续不断 立委关注搜救重点 空军指出 飞行员身上有两个发爆器 但目前都没有发出信号 都没有听到的原因是 那个很容易坏掉吗 还是说因为掉到海里太深了 如果掉到海里 水深超过十公尺以上 那个 以下 以上 就是水深 超过十公尺的话 超过十公尺水深的话 那个信号就发射不出来了 至于F-574原因 是否因为编队飞行时 掌机下令有瑕疵 邱国正表示 相关因素都会纳入验证 但不能平白无故就做研判 非案会也会将各种可能纳入调查 厘清实施原因 新唐一是黄亮剪刘自宁谈不到 好面对共军文攻武后台湾自治的远程打击战令呢 受到关注 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列席立法院时提到 不管是对外军构或是自己研发 都希望达到远距精准而且激动 我们本土自治的就是说的飞弹 具有远程打击效果的目前的进度怎么样 我跟委员报告 远程打击是我们将来不管在建军 以及武器获得的要项之一 我们希望能够远距精准而且要激动 远程打击的战力目前有弹种 有一种有一种 那另外在科研案在持续在推动 先进的远程打击的案子 有三个案子在推动 是那已经已经等于算是可以量产的 已经有一种了 对对对 中科院副院长也表示台湾研发中的远程打击飞弹 目前可量产者是一种陆基型飞弹 不过呢射程不便公开说明 好欧洲已经有九个国家救人权议题 召见了中国大使 那么法国议员说不接受中共指令 所有人都看到北京对台主权默认 根本内容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来自花莲玉里 东风有机米 沉浸无污染的有机稻田 水旱坐养地利 循环农业友善大地 当季收割 新鲜献年 用心做好每一粒米 大自然开心 您吃得更安心 赋予大地无限的爱 东风有机米 请不吝点赞争 用心科技将台湾特有的天然物 分享给全世界 是耗风存在的价值 耗风生技 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以全球最先进的蛋白质体 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疾病检测 与新药开发 牛樟之分析认证 更使台湾越上国际 Go Green Go Clean Care for Life 耗风生技 Zylus Zylus 回来回来 目前人正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3号严厉批评中共 除此之外 布林肯还跟欧盟宣布 重新启动 关于中国议题的双边对话机制 23号 人正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演说时批评中共 从军事和非军事 两大方面 揭露当今西方盟国 所面对的中共讨卷 当天 布林肯还与欧盟 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 布鲁塞尔会面 与布鲁塞尔的会面结束后 双方在发布的 联合新闻稿中表示 双方同意 重新启动欧盟 美国关于中共的 双边对话机制 布林肯表示 中共致力于 破坏国际体系的规则 以及美国与欧盟的 共同价值观 他的行为 已经威胁到 全球的安全与繁荣 新启动欧盟 电视章麒麟 综合报道 航龙周三 前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出席论坛演说 针对如何应对 中共威胁 蓬佩奥认为呢 关键是要认清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前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认为 应对中共影响力扩张 关键是要认清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而理解人权的概念 就至关重要 蓬佩奥指出 与传统理念中 对人及生命的尊重不同 中共所说的人权 实质是权利 对于上周拜登政府代表与中共官员在美国阿拉斯加的会晤 蓬佩奥认为 拜登政府没有捍卫美国价值 没有去抵制中共所谓的美国衰败论的虚假宣传 I would urge this administration when your Chinese counterpart says that black lives matter is a central part of your administration when a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is a center point of your administration you have to push back on that and we can't let them get away with propagating that all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it will diminish us in the eyes of our allies and friends and create enormous problems building the coalition we all need to push back against these Marxist-Socialist idea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ies want to come dominate the next generation 对于拜登政府 是否会为了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进行合作 而对中共让步妥协 蓬佩奥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新唐人记者李澜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您看到 法国参议员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蒂克 24号在国会咨询 法国外贸部长李希特时 谴责了中共驻法大使卢沙耶的言行 那么强调 法国跟参议院呢 不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令 他还说了 所有人都看到北京 对台湾主权的默认 la france 同时呢也强烈谴责卢沙耶的言行 与中共对欧盟的制裁 那么卡蒂克则表授 他认为台湾拥有领土主权 挺台湾呢参与国际组织 而参议院呢 议会呢 现场是响起了热烈掌声 也有议员高喊 Bravo 好 接下来您看到 周三 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呢 受邀以视讯的方式 出席印度媒体的年度峰会 那么印太多国高层 正要都出席 而当蔡明宪谈到病毒 并以国家称呼台湾时呢 代表香港出席的 亲共立法会议员 前保安局长叶刘 属于两度粗暴 打断蔡明宪的发言 那么离开论坛 还公然说 台湾呢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叛变省份引发哗然 中华民国前防长 驻美副代表蔡明宪 出席印度Wire电视台 在杜拜的年度全球峰会 美国前国安顾问等 印太多国政要参加对话 蔡明宪被问到 为何多边机构因应疫情失败 没想到才开口 一分钟内就两度遭到 共产战狼袭击 来自香港 叶刘淑一曾任香港的保安局长 在2003年强行推动基本法23条国安立法 帮中共黑手深入香港 当年引发50万港人商界抗争 港人因此形成 每年七一大游行的传统 蔡明宪 现任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荣誉理事长 这次以台湾的前国防部长头衔 被主办单位邀请 但是当蔡明宪紧接着说 台湾是个国家 叶刘再次公然打断插嘴 称台湾是中共国的一个叛变省份 随即退席 不管主持人狠话 叶刘淑一立场长期亲共 被点名明显的战狼化 是中共港版国安法的积极支持者之一 印度万有电视台 在社群平台贴出这段影片写道 看看为什么香港夜流熟一 在峰会上表演了一场 新唐雅台电视 胡宗翰张东旭整理报道 接着带您关心快时尚品牌 H&M被翻出过去的 巨用新疆棉花声明 后来被中国大陆的淘宝 天猫 京东等电商平台 全面下架 而Nike 爱迪达跟UNIQLO 还有文良品等品牌 也接连被点名 可能遭到报复 不过稍早 H&M在中国各地的实体店面 被直击了 还是有不少人照光 好 墨西哥总统点名 拜登政策量边境问题 副总统贺锦丽接手应对 更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Zylus Zylus Dashan Industry Professional Transmission Belt Manufacturer in Taiwan A solid track record of over 40 years in manufacturing and R&D We make various belts based on specialized formulas Customized services are available for our made in Taiwan top quality products Routine inspection Specialized Certification Universal Customer Recognition and Trust Dashan Industry Our Global Supplier Creating a New Era of Transmission Belt 立委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计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委奈米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 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 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 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而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 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 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澄浸科技 来自木都的木器工艺家 承传鲁般精神的 玄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施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 生活艺术品 实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木箱 明茶箱 以在地才 传匠师音 品台湾味 木街茶道 T&U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拜登 24号指派副总统贺锦丽 负责解决美国南部边境的 非法移民问题 而墨西哥总统就表示 拜登的移民政策 是美国非法移民激增的原因 目前有大量未成年的非法移民 被安置在美国德州的临时收容中心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证实 截至23号 该中心已经收容了约11,350名儿童 本身持建设达 网 fu 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23号表示 边境非法移民的激增 原因在于美国总统拜登宽松的边境和移民政策 让非法移民产生将被更好对待的期望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 虽然呼吁过非法移民不要前来 不过宽松的移民政策 加上保证不会遣返未成年儿童 导致美墨边境再度涌现移民潮 尤其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暴增 美国总统拜登24号指派副总统贺锦丽 处理自墨西哥边界涌入移民的议题 试图阻止大批移民继续入境美国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 好 持续带您关心台湾水瓶市井苗栗台中跟北彰化 将实施分区供水 那么地方首长也宣布启动应变 呼吁市民朋友们 大家节约用水供体时间 经济部长王美花24日宣布 苗栗台中4月6日起水瓶转为红灯 将启动供5停2分区供水 而有专管的科学园区和工业区 则是检供不停供 提升节水率到15% 台中市长卢秀燕 25日受访时表示 地方政府将会配合 台中早知道这天会来临 以进行多次的演练 大家一起度过这次难关 停2的期间 我们会设一些临时的供水站 因为有的民众可能万一万一 储备不及的话 那我们会提供一些临时的供水站 那这些临时供水站呢 就是提供民众给调度 卢秀燕说 台中还会启用QWater 以及R进水设备 可日产超过3000吨的用水 并开放52处工地地下水 与6座水资源回收中心 再生水供民众使用 这种非民生用水 那我们台中市政府以身作则 所以4月6号开始 我们的这个公立游泳池 一律不开放使用 要进行节水措施 另外张华县长王惠美也表示 县政府也已启动相关应变措施 但4万多公顷水稻田 有99%都已完成春根播种 如果没有充分水资源灌溉 农民将会血本无归 正跟水利署积极联系 遭可用水源 我们明天还会再去看 我们的浮流水的一个状况 希望就是说 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旱灾能够不无小谷 那我们也期许说 老天爷能够尽快的 这个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天降干领 让大家都能够尽快的免除 这次的一个这个旱灾 新唐人也爱电视 秋天喜夜喜红 台湾台中彰化综合报道 台湾生技业的研发实力 世界有目共睹 更神力了国家生技研究员区 网络具有研发 新药潜力的公司 那么72岁的陈水田博士 就是其中一员 五年前 沈水田从中研院退休之后 把退休技能作为创业基金 投入新药开发 为产业孕育人才 座落在南港的国家生技研究员区 是全台首座跨部会整合员区 以新药研发为主 并配合国家发展生技医药产业 特别设立创福育成中心 首批进驻业者通过严格审查 在百名厂商中脱颖而出 第一个题目是我在中研院申请专利的 一个肺癌的早期的一个生物检体蛋白质 小分子要就是做牛张之 那审查委员觉得这两个符合这个 元期进驻的应该有的条件 而且超过这个条件 所以他第一次就批准我们可以进驻 带领这家生技公司 是72岁的董事长陈水田 台大生化所博士 前中研院生化所研究员继总务长 陈水田拥有37年的研究基础 及多项研究成果 寄转给多家上市柜生技公司 协助台湾生技产业发展 我自己觉得说生技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那我自己也是在实验室脚踏实地做 所以我也很希望这样的脚踏实地的精神 跟训练我们学生的这些精神 可以带到生技公司 退休金成了陈水田的创业基金 在太太的支持下 67岁成立生技公司 专注在天然物及生物化学的相关研究 会有两大核心技术 进一步将牛张之萃取技术 投入武汉肺炎的新药研究 我们把这个肺的细胞 或是免疫细胞处理 这个牛张的追起物 它的ACE2是会降低的 降低到几乎差不多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下 五月底以前我们的动物实验统统做完 脚踏实地 是陈水田的人生态度 一步一步完成实验任务 虽然我们有这样好的计划五年十年 一定是还要有人来传承愿意做 所以我要找到更好的人 愿意投入的人来做才有 这个是我讲之目前我这个年龄的人想到的问题 因为我不会想到说去游山玩水 就是去把生命放在那个地方 是还有一点点使命 会有这般感触 或许跟陈水田的成长经历有关 家中世代务农 陈水田高中和大学都读夜间部 总共读了十年 高中时陈水田到台大化学系打工 没想到因此跟化学结下不解之缘 小学要读多读一年 初中没毕业 现在可以当教授又可以当研究员 我觉得是很满足的 就是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很有成就 只是又弄了这个生技公司 觉得还有其他的任务要做 所以就继续努力下去 但是这条路我相信 大概是没有后悔的 应该也是觉得说 我这一辈子做这样的路是正确的 还同时代的成长 奠定陈水田勤肯服食的本性 延续到创新研发 陈水田的这份精神 创大团队 迈向国际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五间新闻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观点da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